抗战胜利已经79年 中国距离需要的最终胜利还有多远 每年8月15日是纪念1945年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 每年9月3日是纪念抗战胜利的日子 中国的第15次大阅兵 就是选在2015年的9月3日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当时我在人民日报的办公楼 主持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阅兵直播 直播结束之后 还能够从窗口看到各个庄稼分队 从报社东边通过集结返回 我跟编辑们就一起往窗外 看那种强大带的自豪感 是能够感染所有人的 我估计明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候 还会有类似的重大经验活动 不过我相信很多中国人也明白一件事 从清朝末年到1945年 中国为了战胜日本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所以这种胜利的感觉好像不彻底 没有亲手在广岛长崎头戴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到今天中日之间还有钓鱼岛问题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还在有动作 靖国神社里还有战犯的牌位 日本还有不少人对历史抱着抵赖的态度 那么大家都必然感觉事还没完呢 历史还欠中国人民一次最终的胜利 那么中日之间中国需要的最终胜利 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第一我觉得当然是日本要真正的悔罪 而不是做做样子 第二对中国日本必须要有该有的敬畏 第三日本不能再跟随美国的指挥棒 而是要配合中国的主旋律 这不是我们要搞霸权 而是中国该有这样的地位 是要消除周边的威胁 并且对周边地区的政治走向 我们要做到时空 那么我们就先看看 现在中日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说到底还是中美问题 二战之后 日本的政治地位一直就是美国的小切 美国在朝鲜作战需要后勤支援基地 冷战期间对抗苏联 美国就需要日本充当辅助力量 所以就从朝鲜战场开始 美国给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松了吧 所以日本在战后才有条件发展自己的经济和科技 没有美国二战后对日本的扶持和保护 日本就没有今天的发展成果 那么中国在美国面前底气越足 日本对中国就会越畏惧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抗美援朝战后 让中国成了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敢小看的力量 那个时候日本是怕中国的 而中国刚开始拥有弹道导弹核武器之后 日本也更清楚 中国也可以拥有重演广岛长期的能力 只不过中国经历了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的混乱和浩劫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 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发展的太滞后了 那个时候日本又开始不怕我们了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曾经有过一个说法 日本海上自卫队自称四小时可以消灭中国海军 实际情况是1994年 刚开始有中国威胁论的时候 日本海上自卫队还对日本民众解释 中国的发展没有威胁到日本 理由是如果不算按机飞机弹道导弹还有潜艇 只看水面舰艇的话 日本海上自卫队有能力在四小时之内 消灭中国海军的主力 中国海军当时是承认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解放军海军什么水平 只有112 113两艘驱逐舰 配备了能够拦截反舰导弹的海翔尾蛇 和海红旗7号舰队空导弹 引进的海翔尾蛇导弹当时只有一个目标通道 红旗7改进之后有三个目标通道 也就是在理想条件下 最多在十公里范围之内 整个中国海军只能拦截四枚反舰导弹 所以实力才是决定日本对中国态度的最根本要素 当然现在我们又可以全面碾压日本军事力量了 中国的打击能力现在可以覆盖日本的每一寸土地 如果使用核武器的话 我们可以把日本从国际政治舞台上快速抹掉 中国的军事力量总体来看 尤其是海军实力来看虽然暂时还不是全球第一 但是发展速度确实是全球遥遥领先的 只要中国能够让美国让出半个太平洋 日本就只能换一条大腿豹 它没有别的出路 要达成我们的目标 除了实力之外还要讲策略 比斗勇更重要的是比斗志 其实呢 我们还有段历史可以瞧一瞧 1960年5月份的时候 北京有过一次百万人大游行 反对美日军事同盟条约 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是这么写的 首都百万人大示威 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 当时是廖成志代表中共中央 宣布6亿5000万中国人民 始终把支持日本人民的斗争 当做自己的神圣义务 支持什么斗争呢 支持的是反美斗争 反对复活军国主义的斗争 那就是当年毛主席的政治智慧 要在对手内部找矛盾 还要用好这些矛盾 而不是前一段时间内 中日的民间氛围总是被美国利用 总是帮美国捆绑日本 增加政治资本 科技军事这些硬实力 我们发展确实是够快 但是斗争策略 舆论斗争水平方面 我们还要填补太大的进步空间 孙子兵法其实早就讲过 西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放到今天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成 我们要看着美国自己走向混乱 但是这个过程中 我们自己不能跟着比乱 不能跟着比烂 特别是不能犯几十年前犯过的错误 我们要专注于发展自己的真正实力 那么日本早晚有一天 会像一个熟透的柿子一样 掉下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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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